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来再度出现在媒体视线中 据环球网1月26日消息 蓬佩奥被传出将于今年3月窜访台湾 台当局对此态度暧昧 并对蓬佩奥大家赞扬 声称将隆重接待 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 蓬佩奥与台独勾结 多次发表逾越一中红线的言论 对中美关系构成严重损害 在国际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蓬佩奥同样是美政客中将新冠溯源政治化的主要推手 其大肆发起对华污蔑 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蓬佩奥在卸任国务卿议制后 中国当即宣布对其实施制裁 对蓬佩奥这类颠倒黑白 大肆污蔑的政客 中国并不欢迎 并将保留对其行径进一步进行追究的权利 也奉劝台独同美极端反华政客进行勾连 只会加速自身的灭亡 大陆愿意极大耐心推动 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实现 但一旦台独逾越红线 大陆也必将以雷霆手段粉碎一切台独行径 蓬佩奥先生与其上下乱窜寻求台独支持 不如先关心下自身安全 以免多行不易必自闭这一中国古语 在极短时间内便在蓬佩奥先生身上应验 伊朗总统莱希此前指出 伊朗必将对杀害苏莱曼尼的51名美国人进行严惩 而在所有美国凶手中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前国务卿蓬佩奥则是首额 伊朗必将让其得到法律的正义审判 莱希同时讲调 如果法律不能给苏莱曼尼劣势以公道 伊朗便会用自身方式实施报复 伊朗官方媒体则发布了一段 以无人机等方式 对美前总统特朗普进行暗杀的虚拟视频 而无人机暗杀 恰是美国对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进行暗杀的方式 伊朗的态度显示着 如果美国不能交出凶手或大肆庇护凶手 伊朗将可能对美国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在21世纪开创了国际先河的美国 承担对等代价 而相比于至今仍在共和党内部 占据绝对优势的特朗普 恶贯满盈的蓬佩奥 则显然更易成为美国的棄子 伊朗方面的政告 也引得蓬佩奥呼吁拜登政府称 拜登政府有义务保护美国公民 蓬佩奥自去年以来开始在媒体上活跃 并曾担任美媒的职业评论员 其似乎予以报受的方式 在媒体面前塑造不一样的政治形象 蓬佩奥一手建立的政治团体中 媒体培训之初占据了其年度支出的大头 蓬佩奥正在借助媒体培训 培养自身应对媒体的公关能力 而在进行时政评论时 蓬佩奥也明显有抱紧特朗普大腿的趋势 并频频对拜登政策进行指责 对特朗普进行维护 相比于对特朗普的褒贬不一 蓬佩奥被美舆论普遍认为是 美国历史上最差的一届国务卿 而曾明确声称 美国的荣耀正是撒谎 欺骗与盗窃的蓬佩奥正在为美中期选举 其2024大选做准备 其显然指望着特朗普重回白宫 以为自身提供庇护 而其透露出的对台算访意图 则疑似是蓬佩奥拉取政治现金行径的一部分 毕竟有台独金元外交的金字招牌赛 蓬佩奥显然也想过来分杯羹 而在伊朗为追悼烈士而发布的追杀令下 做尽坏事的蓬佩奥先生 应对审判的到来 随时做好准备 感谢观看